如果可以得到永生是不是像一种punishment 因为你没办法离开这个很非常辛苦的 很孤单的人生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下 Hermann Hesse的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 叫做《黄源狼》 Steppenwolf 那Steppenwolf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 有意义的一本书 我觉得应该是 Hesse他写的最有趣的 而且最有深度的一本小说 我关于那个《黄源狼》 我很久以前去年我是做了一个演讲 那我是觉得是可以介绍一下 一个伟大的德国文学家给大家 因为他其实现在还是蛮重要的 而且我们会看 他那个也关于那个1920年代的发展 跟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这个全世界的情况 也是有非常的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是分享一下下 那这样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下 他们那时候那些诗人啊 作者 哲学家 他们那些灵感 是怎么样的 所以其实有一点那个就可以 就把那个当代的那个气氛 那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文学可以表达一下 那因为Hesse他其实还蛮复杂的一个人 不是只有他的文学复杂 他人自己都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 那他的人生也没有过得很快乐 虽然他其实算很成功的 但是我这个我想介绍一下下 这个是有一点长 然后都是把它分成好极端的 那我今天想要介绍的部分 就是那个Hesse他自己的背景 那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那个作者 他的那些灵感 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他自己小时候过得怎么样 这样比较能够了解他的文学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的概念就是 不用看作者 我们看文章就好了 那文章会写自己 然后就是那个别的文章 就是会写别的文章 那个作者不存在 这个就是那个postmodernism的概念 我不相信 我还是觉得那个作者自己的情况 他的心理非常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人生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的作品 那他的那个人生 他的心理全部的问题 全部的那个什么状态 就是会在他的文学出现了 那这样才是变成一种艺术品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黄远朗那本小说的封面 你们可以看到的有一个人 那他后面他的影子就变成一个狼 那那个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是 当然是黄远朗 就是那个名字 那个书 然后开始他对那个影子 对那个阴影 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他研究了很久了 为什么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阴影 他就跟着在他的后面 那如果不小心的话 这只狼 那就会把它吃掉了 那这个就是算那本小说的主题 那我们要看一下那个 那他怎么从小就变成 一开始在那本小说 他就写了一首诗 那那首诗很重要的 因为他已经算 那就是这样写到 他那本的主题 那那本的主题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当然是跟狼有关系 那我就是有德文 那我就是那些人 那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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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这只黄元朗 我跑 又在跑 那全世界都下雪了 从布克曼飙升 有一个毒牙 他从树上就飞走了 但那种是一个猴子 没有看到半只兔子 那种是一个猴子 那种是一个猴子 那种猴子也不见了 我认识 那我认识 我这么的爱 这些路 如果我认识 我希望我可以 找到了一只 我认识 我会把他 我咬到他的肉 我用我的手 把他抓起来 这是最好 这是全世界 最最最漂亮的事情 我为这个美丽的路 非常非常的好 我会咬他的腿 我会喝他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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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些 一整个晚上 我会非常股蛋地哭 所以他把那只路 撒掉了 把他吃掉 喝他的血 所以他跟那种猴子 我会在乎 那种猴子 我可以接受了 我会喝他的血 他吃饭 那时我会喝他的血 他喝他的肉 是甜甜的 好甜的 但我会喝 但是他们都在来 所以 所有事情都在来 我 我会想到 那种人一会 所以让我会 更快的 在那种情况下 我会在那种情况下 在我的肉 那种猴子 我会在乎 我会把他毛 已经被掉了 也是正常看到所谓的 雷 可以 跟魔鬼交易 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他了 哈里哈拉 哈里哈拉 就是这本小说的主角 那他叫哈里哈拉 这个名字当然是有意义的 我万一能会解释一下下 重点是我们这首诗 就是一个不存在的 一个fiction 的一个人写的 那所以他是算在那个小说的那个人 因为他也是一个作者 他就写出来了 因为他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觉 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说 听起来还蛮孤单的 而且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 爬来跑去 那就是要找到他最爱的东西 那怎么办 他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这样已经听得出来 这本小说不是很快乐的事情 那讲到不快乐的事情 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哈里哈拉 他长大的情况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小说是 永生是什么 而且永生 我想要得到永生吗 这个最后会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这个也是他们那个 当代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生的目的 如果是可能还有一个 那个也会讲到的 我也会讲到那个哲学家 就说那个 当代的人 他们是忘记死亡存在 那问题是你不知道死亡存在的话 你没办法就 像说你的人生 所以你的人生这样是完全空虚的 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想要得永生吗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想被诅咒的样子 有可能 那这个就是跟哈里哈拉有关系 因为他的那个问题 就是这样子 如果可以得到永生 是不是像一种punishment 因为你没办法离开 这个很非常的辛苦的 很孤单的人生 这个最后我们还会再讨论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Hermann Hezer 他1877年在Kalf出生了 Kalf就是Baden-Württemberg-Bang 德国的西南部 黑森林那边 就是一个小镇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鸟的地方 所以就是这样 看起来很漂亮的 那就是像德国西南部的风景区 什么都是森林啊 那个房子就是这样 很可爱 但是那个Hermann Hezer 在那边长大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无聊 等一下再给你们讲 那他那个还是1946年 他得到那个诺贝尔奖 文学诺贝尔奖 不是因为那个黄远郎 很可惜 他写了另外一本小说 就是The Glass Punch 比如那个玻璃珠游戏 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那本啊 可能 要再读一下下 可是我那时候读的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很难懂的 有一点点无聊的 可是那时候 都是比较年轻的 有可能是现在 觉得是很有意义 我应该会再读一下下 反正那个Hesser 1962年在Montaniel 瑞士南部死了 OK 85岁 活得蛮久的 然后 就是他 那Hermann Hezer 跟所有的那个作者 一样还有哲学家 他们就 只有他们老的时候的照片 所以 我们不知道 他那个小说 看起来怎么样 像一个baby 当然是无法想象 那种的人 他们是 看过一个baby 这么伟大的一些艺术家 OK 反正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 然后就那种那个德国 德式的中世纪的那种 那个风格的房子 然后就漂亮有河流 有很多树森林 然后就是看起来像那个明信片的样子 问题是Hermann Hezer不喜欢 他在这个地方过人痛苦 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父母 他们两个是传教士 那他们是 以前是在印度当传教士 那他们回德国 那就是神的那个小孩 Hermann Hezer 那他们就一直跟他讲 那个印度是多奇妙的一个地方 在那边就是那个文化完全不一样 那他们的那个宗教也不一样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神 没有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神 那他们就是那个 食物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生活情况 就真的是跟德国完全差很多了 那Hermann Hezer听到这些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鸟的地方好无聊 我想要去印度 那他后来又去印度了 可是当然是没有很久 就是要几个礼拜而已 因为他从小 他很想要离开他的那个家乡 他觉得是太无聊了 OK 反正所以他就开始读书 那他爸爸也是有很多书 那那个Hermann Hezer一直看 他是那个冒险小说 还是看很多地图 那是关于印度 因为觉得我一定先要去这个地方 然后所以他父母他们 是收集很多那个艺术品 都是那个印度来了 所以他就是在那边 看了很多对他来说异国的东西 他觉得是德国那个地方太窄了 我不想要在这里 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 那他第一个离开的方式 就是做梦 白日梦 这样子就可以说 对我现在不是在这里 我现在已经是在印度 那我就是看这个非常有趣的 遥远的世界 那我就不要离我那个家乡 那些无聊的事情 我可以吃好吃的东西 不能每天吃面包 早上面包 中午面包 晚上面包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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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无聊了 我想要冒险的生活 然后那个黑色 他就 就是活在他的那个书里面 那他很早就知道了 我自己也是想要写书 那他妈妈是看儿子 然后觉得OK 那个儿子很聪明 只有一个问题 他很固执 那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听话 那如果没有好好的管他 他以后有可能会变成 一个很恐怖的人 会变成一个monster 黑色自己 他当然是后来 是一个moniac 他就是当 他了解他自己是 有天分了 他了解他 其实唯一能做的就是 写 当艺术家 他也很会画 然后 他从小就觉得 他自己是算一个genius 他是浪漫主义来的 一个作者 浪漫主义在德国非常特别 我可能以后再讲一下下 可是 那个浪漫主义最重要的是 那些作者 那他们就是觉得 他们是一个所谓的 original genie 那就是算一个 original genius 他们就一出生的 就是天才 对 然后 可能是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不懂 他们的厉害了 可是他们就会证明 那那个Hessie是一样 我会证明给这个世界 我多厉害了 然后 所以他后来 他们从德国南部 就是搬到巴泽去 巴泽也是瑞士的 一个很鸟的地方 巴泽那个瑞士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非常的鸟 那边都是又上学了 他超讨厌学校 为什么 因为老师教他做什么东西 他不想要 而且有些周夜干嘛 没有 我是想要做梦 我是想要去印度了 我怎么学了这些东西 还有数学吗 不需要了 那舒逊大人痛苦呢 他14岁的时候 就是非常严重的 犹豫症了 他是严重到 他想要自杀了 那他真的是拿到 一把枪 拿那个枪 我不知道是手枪 怎么拿的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想要自杀 那失败了 当然 然后他爸爸 把他管到精神病院去了 就是 现在是给他 teach a lesson OK 那给Hess在精神病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犹豫的 他觉得是 他被管到监狱去了 他其实觉得是 爸爸不了解他 那这个是 一个他自己想要 报仇的一个方法 他写一封信给他爸 在那封信 他就是写了 全部的事情 他以后又会当杀手 那这个是爸爸自己害的 所以他做的坏事 全部都是爸爸的 其实是 全部都是爸爸做的 所以威胁一下 那爸爸 他就是 我的儿子是疯了 但是他也是了解 他儿子 那当然是 潘逆期 OK 然后那个Hess在 他就开始 计划 他说 我一定会证明给我爸 我是一个作者 然后他想要当艺术家 所有的别的事情 不想要 他都是觉得 整个德国文化 当代的社会 全部都是 inauthentic 他觉得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表面而已 没有一个人 是 算真的 他那种感觉 当然是跟很多 别的作家 写的差不多了 但连那个20世纪 别的像那个 J.D. Salinger 那个Catherine 这个世界是疯了 It's a phony world It's inauthentic 所以一个 真的是算 比较有 感情的那种 年轻人 这个社会 就没办法发展了 然后那个Hess当然 也是同一种感觉 那所以他一开始 写了大部分的小说 那就是 关于这件事情 一个叛逆期的 然后这个 我没有被别人了解 那他也是对 那个基督教 也是开始 非常的反感 因为他觉得 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基督教的一个社会 然后所以是 那个社会不喜欢我 那他们不接受我 他们不懂我 那应该是 那个基督教 其实也是一个 inauthentic 一个假的一种 那个宗教 这个当然也是算 一种那个 都反对父母 因为父母 当然是那个传教师 基督教的传教师 OK 但Hessler 后来他又回去学校了 然后他1893年 他就放弃了 他没有再念了高中 然后那个爸爸说 你现在要当作者 对不对 那我有一个好主意 你喜欢书 很棒 那你现在可以去书店 在那边工作了 那可以受讯 那可以学起来 怎么卖书 那Hessler说 这不是我的point 我的意思是 我自己想要当作者 我不想要在书店工作了 我喜欢写书 我不喜欢卖别人的书 给某一些人 这个应该是 算有意义的一种 那个爸爸的计划 Hessler他过了不久 那就放弃这个工作 可是他也开始认真地写 他写诗 他写短片小说 因为他现在很生气 他觉得爸爸找他麻烦 然后就要证明给爸爸 一下下 你看我其实会当作者 OK 所以他就慢慢开始了 1904年 他就这样出了一本书 就Peter Kamensund 1906年Undamrat 全部都是那种 叛逆期的一些小说 他把他那个很辛苦的 那个小时候 青少年的情况写出来了 那些书就很受欢迎 很多人喜欢看的 当然是尤其年轻人 喜欢看的就是 这个Hessler 他写的那个情况 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他好了解我 这个就是我 那所以就卖得很好 那Hessler开始 他就开始赚钱了 那所以他现在了解 他可以靠那些书生活 那所以他写 收入很好 因此觉得是好了 那OK 就是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生活 那他1904年 也是结婚了 然后生了三个儿子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 还蛮好的一个 那种好收入的一个生活 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 那就是这样 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就是变有名了 那很多人看得起他 他非常非常的享受 吧 可是他没有享受 为什么 因为Hessler 他发现了 他现在那个 所有的一般的平民 想要的东西 他又拿到了 他有房子 他就是在社会上 他有面子 那他有家庭 他什么都有 他有钱 他发现了 他这些东西 不是他要的 因为他还是空虚 而且他发现了 越成功 钱越多了 东西越多了 他越空虚了 他觉得 怎么办呢 这应该是心里的问题 他为什么有办法满足了 因为这个不是他 真的找的东西 最大的问题是 他自己还不太确定 他在找什么 他年纪现在也没有很大 33岁 1910年 那个情况 那就恶化了 所以他只能说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我去一下印度 印尼 我看一下亚洲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 对佛教 道教有兴趣了 他觉得是 我想要的那个 我的那些很多 那些问题 那些答案 那个处理的方式 我没办法在 我这个文化找到 那所以搞不好 要去一下 遥远的 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他们有可能对人生 有一些看法 那那些看法 有可能是可以帮助我 那所以他去 去印度 去印尼 几个月 那边就是得很多灵感 那他也是后来 就是写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叫Siddhartha 那Siddhartha 就是 佛陀的那个生活 那所以他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仔细的研究佛教 在1914年 第一次大战爆发了 那那个Hassel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就是马上反对了 他觉得第一次大战 是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 那他就 写了很多 报纸上的一些文章 他说那个 这个战争就是没有正义的 德国不一定打了 而且德国输了的话 好 也OK了 他被批评惨了 很多本来很喜欢他的书的人 他们就放弃他了 然后觉得是 那个Hassel他这样不行了 他就是这样把我们国家的面子 丢光了 所以 他开始 赚得没有很好 那就是很多人批评他了 那他自己那个生活 也开始恶化了 所以他就离婚了 然后再来他就开始有想 那个鱿鱼症那么严重 要怎么办 他都是找心理医师 他找了那个心理医师 等一下讲是谁 OK 反正他现在是一个人 在他的那个招办的房子 那那个Tessin就是瑞士南部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区 然后他那个房子就这么好看了 那是像城堡一样了 那他现在一个人在那个城堡里面 他几乎都不吃东西 他有办法睡觉 他在那边走来走去的 他唯一让他过得比较快乐一点的 那就是画画 他在那边就看风景 然后画 就他的环境 然后他就是找那个心理医师 那就是Carl Gustaf Jung 荣格 Carl Gustaf Jung 就是瑞士最最最最有名的心理医师 那那个Hesse他刚好是在瑞士 那就很方便找那个荣格 然后荣格的那个心理学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一个很 就是算在他们那边的概念 就是那个阴影 怎么影响到我们那个人生 我们那个心理 那那个阴影的话 那就是这样 Hesse后来学他那个概念 就是写那个黄远郎 那那个荣格他一开始 那就是叫Hesse你要写日记 就算一种那个心理的一个日记 那Hesse他听他的话 是写的那一方面 就是写他的那个日记 一方面是去他的那个什么治疗 跟那个荣格 然后就讲话 那再来他也是在 就把他的那个日记 慢慢就当是一个小说 那就是变成了黄远郎 然后所以他就是从那个荣格 学起来的是你要自己 你要分析自己的那个心理 而且你真的是要完全自己下去 那都是慢慢下去到 你的那个心理的那个 最最最最最的那个下面 那个你才可以了解一下 你自己是什么人 还有那个阴影 是怎么样的阴影 你要面对他了 你不面对他的话 他会把你吃掉了 所以那个就Hesse在那边学起来 然后他开始不看外面 不如那个现在是去那个印度 印尼干嘛 我去那边找什么东西 我找的东西 其实不是在外面的世界 是在我自己心里的世界 那1927年就出黄远郎 那一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些书出来了 第一个是那个黄远郎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海德格 海德格 sein und Zeit 存在于时间 我们在那边 sein und Zeit 其实这是哲学 是非常非常难念的 那但是那个海德格 他在那边也是有分析 他们当代的社会的问题 然后我晚一点是再讲一下下 不是这一次 他其实面对的问题 是跟Hesse差不多了 因为他们当然是有注意到 这个当代的社会的问题 方法当然不一样了 Hesse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作者 海德格他就是哲学家 可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要了解一下那个黄远郎 他其实批评那个什么社会 那个社会跟个人的那个互动的关系 那这个是海德格 还是有点帮助了 所以我就到时候会再讲到一下下 然后这个就是很非常的重要 因为1927年也是一个 算那个1920年代 他们开始就慢慢恶化的 一种那个 就是很重要的一年 1920年代在我们那个德国 就是算 很 是一个黄金时代的 一开始很多问题 可是到差不多那个1925年 那改善了 艺术发展得很厉害了 那大家都是这样 就永远忘记 那个第一次大战的那些恐怖的事情 那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热情的 那个享有生活的 那大家都是很疯狂的 那这个就是海德格批评的 那那个Hesse也是批评的 那那个Hesse他当然是这样 你要就是找那个introspection 海德格他说 我们也是要想办法跟那个存在 给他 我们就要联起来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disconnect 的那种一个情况 那已经就失去我们的存在感 还有那个疑似 但是那个1920年代 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情况 所以 这个是算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很多问题 在很多地方发生的 很多危机 很多 就是像第一次大战之前也是 全世界都已经很乱了 那都是很多小的危机 然后就突然恶化了 那都是那个战争爆发了 那其实很多人 他们对这个没有意识 但是突然发现了 我们现在是打一个很可怕的战争 怎么办 然后就是这样子 完全没有感觉到 回到这个情况 1920年代当然也是 那个结果是什么 他说1933年 喜德勒上台了 纳粹开始了 很恐怖 那我下次会介绍一下 那本小说的内容 会介绍有什么主角 有什么角色 他们的意义怎么样 然后是他们那个 在小说他们的事情 做什么东西 他们的关系是如何 那我是要介绍一下 很多小说的 一小段一小段的 让你们了解一下下 那个还是 他要表达什么事情 然后再来就看一下 我们那本小说 他到底是那个目的是什么 那这个就下次 跟你们分享一下下 先这样子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谢谢大家